今天說到旅遊業 厲害 政府真的在旅遊業大灑金錢 上次施政報告也說了 會發展一些深度旅遊 也希望日夜都繽紛 大灑金錢 政府也有心想做好一個旅遊業 日夜繽紛 除了會否一次放煙花 另外實質的 大家都看到發光的蛋 雖然被人說很多事情 免得說這些負面的事情 想開心心 留下來香港也想開心 另外還有一個波波 有一個藍色波波在哪裡 藍色波波 不是蛋嗎 不是蛋的 先塗一塗 藍色波波 另外還有 最近推出的東西都差不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最厲害就是發光 沒其他東西了 還有花 那裏被人畫了 後來改粉紅色就好些 這次呂法局大灑金錢 1.4億 他推動了什麼呢 他也不是說什麼 整些景點各樣 也不是說佈置什麼吸引人打卡 他說推出了一個叫做全新的禮貌運動 支持業界 包括怕真人騷 好 那這個是什麼呢 Nikki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禮貌運動 鼓勵業界和社區發揮好客精神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的好客精神 可以多一點 我想起一年前 大家也有聽過劉德華的說話 今時今日這樣的服務態度還沒得到 是不是這也是延續呢 是啊 我想是 其實很多年都沒有搞過 因為劉德華的影片也拍了很多年 金雞又拿出來玩了一輪 經過了03年 經過了23年 其實之後也很多年了 我想他又重新再拿出來 提醒大家是不是應該要禮貌一些 或者是現在的經濟環境也不是那麼好 是不是應該要我們做回東道主的一個角色 歡迎世界各地的遊客多點來 其實他每年都有拍的 不是不是每年 即是他隔一個時段都有拍的 大家記不記得林子祥也唱的那首 只是一件事就不知道 因為劉德華 林子祥先還是劉德華先 劉德華先 不不不不 應該最早期都是林子祥先 最早是林子祥先 林子祥先 他是英文歌 是啊 這首吧 其實他不停地 因為劉德華的廣告 後期被人拿出來 當作一個get來做 變成一個流傳到現在 一時皆話 所以後期就算你做些什麼都好 他已經成為了一個經典 沒錯 特別遇到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或者吃東西遇到這樣 通常都會跟朋友說 跟著現在的人 如果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這些人就會想扔東西 是 你應該好像廣告這樣 然後個個就拿東西 你還說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害死很多人 這樣是形容而已 其實我們香港也很好客 很好客 那他1.4億 他打算怎樣用呢 推動這裡的東西 1.4億 那包括 是不是整個台灣節目 韓國節目那些 不是 其實最近那個節目已經出了街 就是開電視 有一個叫做臥底旅行團的一個節目 哇 億幾 我明白 阿剛才很有意見 我們應該 D18要向政府申請一條貧譜 一個字節目拿到億幾 還不是大財法 我想說那個臥底服務團 就是說找一些人 當然他們可能是藝術 或者說明我底 就不是出名的 那些 你沒有找到江少哥的 那些 江少哥的 那些 或是Nicky哥 這麼英俊一見 看到你們兩個知道 做媒體 可能找一些平凡的 深入裡面 就參加一些本地團 是不是那些類似 其實我想 確實我沒有看過 但是我有看過那些傳播 他又找一些網上的KOL 香港比較出名的KOL 去介紹香港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有名聲等等 是 OK 好了 香港的旅遊發展局 跟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提交文件 就說二四至二五年度 即未來 工作計劃 就是全年市場會推廣預算用 11.24億 而當中 我們剛才提及的數字 大約1.4 是1.35億 就有為全新的禮貌運動 和支持旅遊業界的工作 就是這樣的 這樣 當中推廣預算 等等各樣 其中一項工作 就是 全新的禮貌運動 包括什麼 鼓勵業界 社區 和公眾發揮好客的精神 做好東道主的角色 旅遊局那邊 透露有多個活動推廣 好客之道 最近火拍了電視台 提及過剛才所說的 真人騷 打響頭炮 希望可以多些人留意 等等各樣 大家有沒有遇過激氣的事情 其實禮貌運動 我覺得是應該要做的 因為我這一刻 我在茶餐廳 有時候 因為最近 我發現旺角是多了很多內地遊客 尤其是 前一陣子是什麼假期 我都不知道 新年 新年那陣子是多了很多人 那些旅客 我不知道是否過夜 但看起來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普遍都是 一般想幫助一下 一些地道的體驗 當然他不是想來吃米枝蓮 可能我來吃茶餐廳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上班日子 下午的時間 那些遊客走進來茶餐廳 點菜的時候 那些適應的服務 可想而言之大概會是怎樣 自己看 很多東西要問 要水 要紙巾 我們香港人很習慣茶餐廳的運作 你自己看餐牌 叫 他走進來 其實很多時候他都不發聲 只是拿著紙和筆 然後就過來落單 但有時候 可能語言上有溝通的問題 可能就稍為 不太有耐性 即是覺得他比較酷 其實你剛才Licky說得對 其實你說禮貌運動 其實我都贊成 因為我們的禮貌運動 我們的禮貌的禮儀上 其實在服務性行業來說 我不算一些有系統 大公司那些一定有人訓練 譬如我們入到茶餐廳文化來說 我們普遍是接受了 不要那麼要求 但是其實如果一些遊客 你不要管是哪裡來的 其實就不應該這樣去的 做生意都你希望有回頭客 其實我每次都感受到 每次茶餐廳也好 酒樓喝茶也好 雙手扭到怎樣都去 沒有人理會你的 其實是一來除了人手不足之外 來到有時候的態度 怎麼樣 吃什麼 因為他帶用了另一種文化 就是 尤其現在有QR Code之後 自己聽吧 這樣說 我覺得這方面真的要改 還有現在我發覺茶餐廳 不是每間都給你一杯水 他有水提供 幫助你自己浸 自己浸 對 我看到有人舉手 可以給我一杯水 自己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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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明白 因為他通常現在做得不夠 他都賴了環保 我力給你 你未必喝 你可能浸 浸 浸 所以如果有需要 就自己浸 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需要去急速地 一定要改善這個問題 我們經常說別人 不要 不要 大家嘗試 真的回到上面去消費 我這幾年沒有回去 回到上面 我問過很多人 其實上面的服務態度很好 比香港好 香港反而比別人還差 你說別人不好 其實我們比別人還差 每個人都這樣說 是啊 其實我們正在倒退 整個文明正在倒退 現在真的要迫切性去改善 不要管做這個工種的人 現在是什麼人 或者新移民也好 或者非新移民也好 你都是一定要去跟進 因為你本身一定的 我永遠都相信一件事 你有什麼老闆就是有什麼員工 是 那也是 你老闆是比較臭串 或者酷一點 你員工就會跟著 自然 等於我那次遇到媽媽 第一次遇到媽媽 我就跟阿菲sir去 第一次去 其實不肚餓的 經過嘔吐 不用排隊 不如進去被人插一下 好嗎 好啊 即是不罵過都不爽 那些 無聊 那一刻真的無聊 進去 哥仔 哪裏 兩位坐在那裏 然後 奶茶 其實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是 回到一種應有的茶餐廳服務 還有送過來的東西 其實大家都知道澳牛吃什麼 都是吃那些很簡單 很普遍的東西 很普遍的 我吃完之後都覺得這些 很棒 出片那些 其實有些人說澳牛差 其實澳牛是真的很代表我們的香港文化 無論是態度 那種誠懇的感覺 真的不一樣 以前那種很親切 即是經常被人標籤 可能我猜不猜 我都很想吃到牛肉 因為我不吃牛肉 所以我很少進武口吃 當然他有兩種選擇 你不吃那隻沙爹牛 就有叉燒意粉 還有火腿通粉 對 我有時候都會叫 我最欣賞它就是多士和炒蛋 真的炒蛋厲害 這個是十一一指的 夠膽說一句 為什麼炒蛋厲害 你去到茶餐廳 有幾樣東西 你考驗到它 一杯熱奶茶 一個沙爹牛肉麵 你做得到這兩樣東西 那間茶餐廳 衰極有譜 第三樣是什麼 你一定要去炒蛋 炒蛋很容易 你叫煎蛋和太陽蛋 他能夠煎到靚蛋和太陽蛋 那個師傅都厲害 很有要求 很有經驗 回頭說回運動 我們沒有想到 他經常被標籤一間有特色的店舖 他竟然從拾我一種很久違的 吃茶餐廳應該有的 這種服務 一來到通哥 他一定很地道 他吃飯三餐都在下面搞定 他就說通哥在哪裡 今天條魚漂亮 其實我們是想要這些 去到茶餐廳 我為什麼要去茶餐廳 就是那種親切感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